又来到我们的今天讲股 上个星期都和大家分享了一头过 不过那时就认为判断了我们这个星期的走势 基本上都是维持一个多头震荡的形势 这个星期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是连续的一个税步连扬 一二三四 四条K线 不过四条K线是有一个角度的 可以明显看到 维持一个45度角向上的一个标准走势 这个是一个逼空行情 如何谈论呢 之前是走了一个新高 二七零四零的一个高位 这个高位碰了一下 即时被打下去 第二次又要碰的时候 马上一条大阴线回落 近日即将进入第三次的一个 试探的一个波动 亦都可以在这个波动里面 形式一个三个型 一个反转三个型的整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三个型其实是奇形 奇形三个型 我们都可以称之为 上升奇形图形 它的目的主要是创分高 也就是说 如果按照这条线的走势来说 下个星期的恒生指数 肯定要创分高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判断 这个星期的最后 差不多一个小时的一个 佳生指数 是我们这个星期的最后的 入场位 入场位 可能星期六日 这两天 如果没有太大的负面消息 恒生指数就会创新高 创新高 即是收钱的一个好时间 因此 综合来判断 我们的指数 如果星期六日 没有负面消息 没有特殊消息 那指数是波动向上的 OK 看回周线 周线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明显有一条下隐线 这条 单一的下隐线 其实没有什么特殊 但是 你再结合上个星期 你就可以发现 它同时有两条下隐线 这里我们称之为 双针拆底 双针拆底 是一个 短线的离港 短线离港 是一个明显的 一个 见底讯号 或者是一个 多头抵抗力量 这个多头抵抗力量 给到的一个讯息 依然是做多的 好 这里就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如果你在 K线语言里面 看到有明显的 一个双针 即是探队的 K线出现的话 它是一个好事来的 是一个好事来的 也就是说 多头是有望 在这个位置 构建一个相对的 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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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再看看 有什么 上个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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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大家讲解一些 一些 好的股票 记得上个礼拜 是和大家 谈了这个 中国燃气 和这个 中良加加康 中国燃气的走势 其实都比较稳健 可以看到 是符合这个预期的 指数点行 我们这个 股票的一个波动走势 其实都是 45度角向上的 但是 一个似的地方 一般来说 都是 升一天跌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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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烦 比较烦 在一个做T的好时间 如果懂得做的朋友 其实都可以赚到钱 那怎么赚呢 你可以看到 明显到 升一天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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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个 波动走势 都是升一天跌 升一天跌 升一天跌 但是呢 有一个轎门 即是说 它不会创新低 它低点 都是一个低点 低点高 那星期一 又是反弹 反弹向上的了 那我们再看看 T的好组织 天鹤黄积的意思 就比较特别 由高位到低位 已经跌了百分之 看看多少 应该就有百分之十了 那如果 如果不破这个新低的话 新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明显有两条下隐线 那我们可以以这两条下隐线 作为一个标准 如果星期一 如果不破这个下隐线的一个 紫色位的话 我们都可以反弹 继续向上做多 为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 在这个位置呢 连接这条线 你可以看到没有 可以看到 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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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点之间 是一个连续向上的 那星期一 是一个变盘的一个 一个关键时期 我们看看 这条线的一个支撑 较不较稳 如果稳定的话 继续反弹向上 还有跟大家说 我们近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去买一些新衣服 新腹 或者Shopping 那对这个仿迹类的股票 其实是利好的一个意思 还有一个呢 是中梁加加康 中梁加加康的表现 都算OK 为什么 因为呢 因为呢 记得星期三 还是星期二 创了一个新高 升了10个点 现在 由底部 底部到现在 底部到现在 刚刚破了我们这条 下跌通道 下跌通道 下跌通道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就已经反转了 反转了 这个位置 其实比较好表现的一个点 就是这个 反转通道 明显是一个 大阳线插上去的 是一个硬性的突破 这个信号呢 是 都可以看为 将这条 大阳线的 最低位 作为一个 指摄位 如果 K線不破 我们可以在这里做多 再反弹看多 为什么 因为这个多头 是一个 我们这个 用 用来指示 这个反转力量有效的 一个 非常明显的K線 那么 这条K線 没有被打破 或者 蠟燭图 依然维持在 没有创新低 那么 我们这个 中良加加康 就继续反弹 还有呢 都是 那个 近过年的时候 我们中良加加康 它的 食物消费 是 的 需求是比较大 因为基本面 是比较不错 因此 波动走势 我们都可以长期看多 那 再看这个 IGG IGG的表现 都 都 OK 波动走势 都是低位 反弹 但是 这个低位反弹 其实可以看到一个 一个 形态 就是说 高点和高点之间 明显有一个 波动走势 这个波动走势 我们看看 高点 高点 也都 证明了 IGG 最近 有一个 要突破的 意图 沿着 这条 下降通道 这条 下降通道 如果被杀了上去 又做了一个 反转 反转 所以IGG 在这个位置布局 明显是合理的 如果 他不 打到我们这个三个元整理的 一个上端 被压制下来 那我们可以 依靠前期 这个 这条线大概 这条线的格格是多少 大概是7.6元左右 7.7元 7.7元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 指食位 基本上 想象的话 如果指数是 创新高的话 IGG 也好 其他股票也好 都是准备突破向上 做一个反转突破 所以IGG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有些人可能 除了看这个行指 都会看看 这个期指的波动 就是人家做期指 人家会怎么看 因为我们是看周围 来做的 那我们的期指 希望拜托可以 用这个60分钟来看 波动的走势 都是一个45度角 标准的45度角 向上的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追击手 如果要做60分钟的一个期指 需要怎么做 才会有帮助 我们来做交易 我们可以利用 我们的波材 一些指标 来做这个学习 首先 打开我们的追击手 追击手 60分钟里面的追击手 最近 在这个蓝带之后 又出了黄带 是一个多头状象 也就是说 恒指依然保持一个多头的驱势 那关键 我们可以结合这个 剩下的指标 那指标 给到的 主要的吸收信号 也都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 但是时间过了比较久 现在都没有信号 那么我们删除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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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 我们再看看 先看这个 装甲台桥 装甲台桥 如果我们要做多话 需要看两个指标 一个是有装控盘 一个是高度控盘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是黄带 这里又是这个 红色的装甲台桥 也就是指数来说 大方向都是做多的 就是期指大方向做多的 那么再看看 这个三线出击 怎样去做这个波段加利 三线出击 可以看到 跟XI类似 但是它有五文字标式 那么我们要看的是 80和21 超迈超迈 那么现在呢 是未到80 它下垂了少少 那么 跟着我们这个指数 的一个总多头 依然可能有 这个摆头向上的一个趋势 所以恒指做期指 的话 多一个方向 无论怎么说 都是多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做多 那做多的话 我们依然可以看着 这条线 这个趋势线 打到这条趋势线 反弹再做多 不做空 做多一下 给到一个期指的顺度 就是打到趋势线的支撑位 不做空 也做多 有价值的 点位 都是一回落 创低位 你就可以入场了 一回落 创低位 你就可以入场了 你看 会不会看到 我们这些线 其实都是 打到低位 就会反弹 打到低位 就会反弹 如果你跟着做的话 可以沿着 这条均时的一个 趋势线 做一个波动加力 波动加力 每逢打到 这条趋势线的一个 低位的时候 你就要反弹做多 那么这个位置 是2672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26720 60分钟 为何要说60分钟 是因为以60分钟区间来做交易 60分钟入场 就要以60分钟出场 如果60分钟里面 给到一个 K线 是创到新低 或者是打到趋势线 那我们就走路了 还有一个 日线 如果你是做日线 那你就要用日线 日线的一个交易 来做这个买卖 60分钟 那你就要60分钟 来做这个交易 同样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买了60分钟的K 一个小时之外 你没有赚到钱 你就要出货 那同样的 5分钟的一个K 那你是做这个 日线或者是高频交易 的话 我们可以看 在这个位置 即将转蓝 的时候呢 你可以卖出去 前面的指标 都是提示你要出货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共振 那你真是转蓝 这个位置 那转蓝 这个位置呢 你是做这个5分钟的K 那你在这个位置看 我在这个位置 买了5分钟的K 那如果下一个5分钟 我没有赚到钱 我们就走路 明白吗 那如果你是做15分钟的K 你打到15分钟的小时图 这个位置呢 依然没有出蓝带 没有出蓝带 下面的一个指标 其实都没有明显一个 一个空头讯号 那我们要不要做呢 不做 不做 那我给你一个例子 哪时候可以做呢 首先这个是黄带 这个是有调整讯号 那两个指标呢 调整讯号 刚才出的黄带 后出的 那我们在做这个交易之前 发现又转蓝带 又出了调整讯号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 开这个期指的小空单 空单出了之后 在15分钟之内 你没有赚到钱 如果你有赚到钱 你就拿着 如果你没有赚到钱 那你就要走货 那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明显有个下列 都可以 那希望呢 因为今天是星期五 其实呢 星期五把这个期指 是没有那么好的 因为呢 一般来说 我们做期指 都不过周 都在收盘之前 拿回来的 好 那总结一下 首先呢 指数呢 是45度角向上的 波段加 也都是未来 可能少低些 然后从这个27200 然后再上28000点 这个指数的看法 那期指的看法呢 小周期里面 二六十分钟为计 小周期里面 有个方向 就是回落做多 连空单都不开 就是回落做多 那如果是15分钟的话 就是超高频的话 可以建议 可以依靠这个 触手的蓝带 以及结合我们 这个三次出击的调整 一旦出现这个信号 你就卖出 你就够了几个空单 就可以了 那么 15分钟来说呢 我们都是做这个 这个回落 再做多 那么我们在15分钟 这个还可以 做一个数目 根据你的信号 那带的方向呢 都是以60分钟来看 是做多 那么我们都可以 在这个位置 在蓝带转黄带的时候 然后呢 加上这个 武装项盘 进入这个 有装项盘的时候呢 入场做多 共振做多 我们都可以 在这个位置买入 那么 都是遵循的意思 如果我在这个位置 入的15分钟期 15分钟之内 我们没有赚到钱 我们走货 那么在这个位置 是有赚钱 那么我们拿到 哪时呢 拿到 我们可以认为出的时候呢 啊 认为出的时候 你就减充 或者清货 那么哪时可以出呢 首先我们看这个 三船出击里面的 QS 有没有打到80 这个高位 或者是这个 K线的一个形态 出现了明显的顶目形态 不如说有长盛 那时 好 这个 这个 旗子的一个 一个 构建的意思呢 都是认为 偏多的 OK 那么今天有什么股 可以和大家分享呢 首先我们看好 我自己看好的 是上海复大 上海复大 为什么看好 这只股票呢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专家视频 具体的一个操作建议啊 或者是这个 移动股 解释啊 我们都有明显的一个 原因在这里 主要的一个 信号原因呢 是给到一个 K线的一个 技术面的一个 提示 那我就打回这个 软件了 打开个日线 打开个追击手 三线追击主力吸筹 首先第一个判断 有没有追击吸筹信号 有没有超过25 这条线有 那就说明有 主力资金的一个关注 好 再看上海复大 三线追击QX线 QX线在哪里 在下轨 下轨沉了很久 原来呢 有这个中轨的 这个欲望 和这个 都冲成功了 一般这里是不成功的 那今天是成功 成功了之后呢 我们的QX线 就预示着 我们的上海复大 还会继续升 OK 最重要的是 这个 我们这个 黄带的信号 已经有 南带转黄带 由空头转多头 那就是做多了 加上我们这个 这个装夹头 的武装控盘 其实都是 量能缩小 之间最有这个 有装控盘 那同样的意思 就是说 多重指标共振 做多冒移 那还有一个 基本面 就是我们这个 中美的这个 科技战 或者是这个 贸易战等等等等 会推动上海复大 做这个芯片的 和这个 归晶体的一个 市场 那就是说 那对于上海复大 来说是一个 场面的利好 因此我觉得 这只股 可以关注一下 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那同样的 还有一只 都觉得比较OK的 IGG 我打开 IGG 是做这个手游的 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一个业绩 反而不错 亦都由这个高位 进入这个低位之后 有一个反弹行程 但是它的力量 不是很强 我看好它的 这个有这个 主力吸走信号 配合我们这个 这个 装甲台销指标 进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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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击手 蓝带转 和带 其实都是多头共振 这个指标里面 都比较 比较不错 再看回刚才和大家解释的 这个日线的一个基线 就算我们不看指标 关注这些指标 其实都可以明显看到 刚才已经和大家说了 是一个下降通道的一个 下降通道的一个收窄 那我们的IGG 其实得到一个反弹的基线 就算不看指标 只看这个基线 其实都是一个创新高的动物 不是 创新高 反弹新高 反弹新高 在IGG 我自己看 可以看到 在一个星期里面 $8.5到$9 是没问题的 $8.5到$9 是没问题的 我们看好这个故事 $8.5到$9 都是没问题的 好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